先來看 既然到選舉 政治人物就會跟媽祖 跟關公掛在嘴邊 而且是無君男力 勤走共廟 像台北的大農本保安宮 台中的大家在南宮 台南的蘭勤勳 台天府 常常都有政治人物 前往慘拜 學者說 這是一種項目的現象 因為政治人物需要忠告的選票 忠告也需要政治人物的優待 這樣迅導才會賊 幸福才會王 新北市現實宮有250年的歷史 是三級的高層 主審是農業的秀貨 新農在地 總統蔡英文 前總統百元九 國民黨主席 五頓二 都總起座 這個宮廟是屬於大家的嘛 所以宗教是不分黨派 新北市主委的立憲良 在總統蔡英文設有興趣的時 有卡廟的三票 但有時候就沒辦法 曾經在我們新法基的高層 我們很有意思 行政裡面所情衆 要在說話的時候 神北市長好友義就來了 放課這份是 殘拜兩人強奉 阿手 劃甲選舉的文案 像台北保安宮 台中 丁南宮 台南南 南昆新台天府 不時都會看到政治人物 一千多萬人了 你看 所以這個宗教界如果挺身而出 當然對選情會有影響 其實效果應該是很有限 可是大家都不敢不跑 通通來過的人要抵消掉 抵消掉之後就變成說 最後還是回到我的政黨取向 像國雄市長韓國路 到這邊的選舉都是走公廟 拚 新免家庭 還是講庫 總共找理由 我常常常給我看忙 我就叫我愛你 出來 關公不是講忠 講義嗎 如果不忠不義 在天鎮林的關公都不高興 貴台銘要出來選是關公不歡喜 還是韓國路不歡喜 君亭立委用關公經貸貴台銘 讓政治各種教分不開